亲民连甲将至,为确保道路交通顺畅与市民安全,台中市政府警察局26日至30日进行为期五日的防范酒驾专案作业,并获副市长郑兆新与警察局长李文章慰问与肯定。 郑兆新呼吁物让酒精损害家庭,谨慎行路与开车,让每位出门的市民都能平安归家。 台中市政府对酒驾相当严肃,去年已取缔酒驾超过8000件,今年开年仍不放松对酒驾违法行为的打击与执行力度。 为响应清明节廉价期间市民需求,该局开始了五日的专案行动,旨在提升见警率,普及酒驾防治,并向全体工作在防范酒驾前线的警察同仁及义务人员表达敬意。 警局长李文章指出,韩分局自办的行动,市府每月执行约10次酒驾相关行政请务,每次动员300至360名警力,按地区特性执行请务,提醒市民朋友避免饮酒后驾车,安全优先。 根据统计,去年台中市共取第9驾违法超过8000件,全国之官,警局积极遵循中央政策,进行大规模针对性的稽查。 由于警局的努力,去年台中市酒驾交通事故与伤亡人数较前一年略有下降,达到有效防范与降低的效果。 警局也全面展开宣导工作,进行酒驾防治教育,并提供饮酒后代驾资讯,呼吁市民利用代驾服务,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 市府将持续透过多元、分群、分众方式进行宣导,希望市民抛弃侥幸心态,并致力于推广台中酒驾零容忍的理念。 韩国青少年